那我們已經來到了外面 我們就要來實測一下到底這台GO 2 嗨大家 看到這個場景應該知道我們這一集要幹嘛吧 沒錯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 應該收到一陣子的產品 登! Insta360 這個是我們之前前陣子在限動幫大家開箱的 就是我們新收到的 也就是這個 它是 Insta360的GO 2 我們就來把它先拿出來一下 它還有這個配件 這個應該是它的收納盒 這個應該是一個 好像是寵物背帶嗎 那我們今天就來開箱一下 這些產品到底在實際運用上感覺如何 那如果OK的話 我們接下來也會拍攝戶外場景給大家看 它實際的運用 那我們就來開箱這台 360 GO 2的本體吧 我們最一開始使用的產品是從1R開始 然後到後續也使用過了X2 還有1吋感光元件的1R 就是有蠻多都有類似使用過 但像這一代的GO 2產品 這麼迷你的 也是我們第一次使用 那我們就一起來打開它的蓋子吧 它就一顆這樣黏著 大家可以看它的側面 它就這樣一個機器直接黏在牆壁上耶 本人真的超級小顆耶 我們來比例詞一下 你看這個鏡頭大小 跟這個機身 放在一起 它就跟一個iPhone 12的鏡頭差不多大耶 這個機身真的也太小了吧 我們來開箱一下它裡面還有什麼樣的器材吧 它本身是一個磁吸耶 好我們把主機本體先放在旁邊 接下來打開它的盒子 開起來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它的磁吸式項鍊 你就可以把你的主機直接吸在上面 超級小巧耶 磁吸項鍊你就可以配在裡面 把你的這個機身放在你的身上 好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它的充電盒本體 然後本體這邊 它有特別配注 這個充電盒是不防水的 所以記得不要把它丟到水裡 然後打開來 就可以看到你的相機本體啊 然後這邊有錄字鍵跟設置鍵 那你長點這個 白色這個按鈕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切換模式 然後紅色那就是錄影 你也可以把你的相機 直接就是取下來 然後換到別的配件上 這樣大力一拿 其實相機就可以拿下來 然後這個相機本身呢 背蓋這邊就是有它的磁吸式的功能 所以你在各種配件上 像剛剛這個放衣服裡的這個項鍊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 就可以吸上去 然後我們再來介紹一下它的其他設備吧 除了剛剛這個項鍊之外啊 然後它還有提供第二個 像這個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相機本身 然後放進去 它一樣是有磁吸功能 你就可以把這個 它是一個帽夾的設計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帽子上 好來夾給大家看 我們把帽子卡好之後 移到正中間 然後這時候其實 相機本體就可以把它往下切 然後你按一下這個地方 你只要離開機身 按一下這個 你就會感覺到震動 然後一個短震動 它其實就是開始錄影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 戴著帽子 戴著帽子之後你就可以 現在的錄影就會開始記錄 你現在拍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跑步當中啊 你也可以這樣把它夾在帽子上 那它本身機身是非常輕巧的 其實不太有任何負擔 這個盒子還有一個特點呢 就是它的下方這邊可以打開 就很像翅膀 然後你打開之後要幹嘛呢 你這個就可以直接這樣立在桌上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腳架 因為它就是三角形的呈現 它有另外一個配件啊 這個配件蠻酷的 除了一樣可以吸上去之外啊 它這個是一個你可以喬任何角度的 因為它有一個小圓球的 這個雲台設計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調任何你想要拍攝的角度 那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就是像這樣 你把它直接吸在牆壁上 然後你可以喬成自拍 喬成拍一個側面 它後面這邊呢 是可以重複利用的 黏貼材質 你只要把這個撕開來 然後就可以黏在你的牆壁上 那如果你一陣子覺得不黏之後 洗一洗它還是可以重複利用 它還記得蠻多其他的配件 有這些像是送蠟包或是轉接支架 沒關係 我們一一之後再來測試 那很久沒外拍了 我們就來去外面體驗一下吧 那我們已經來到了外面 我們就要來實測一下 到底這一台GO2 實際在騎乘中拍攝的表現如何 等一下我就會把它放在我的胸口 然後騎一下 在外騎的路線當中 看一下它實際拍攝出來的感覺如何吧 這現在就是機身上的收音 大家可以聽聽看 這個收音效果如何 那我們就開始騎車吧 Let's go How does she know my innermost secrets The measure of my heart written in sequence And the light from her spirit it always shines She's in my heart but she got no time How does she know? Will she take me for a ride? Do you believe we can find the answers in our minds I've been waking up from dreams I used to blame I used to blame 我現在在實測我的跑步中的畫面 這實際把GO2戴在帽子上 然後跑起來的畫面就會像這樣 不知道看起來穩定效果怎麼樣 他就是一個小夾子夾在我的帽子上 現在把視角切換到我的腳上 有點像上帝視角 看著我的白手 還有我的腳 OK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試用這段時間 GO2的心得吧 首先可以看到這個盒子 這是我自己超喜歡的一個收納包 這個收納包開起來的時候長這樣 這邊會有一些地方像我自己就是放他的這個項鍊 還有充電線 然後轉過來這邊 就可以看到這是GO2本體 然後還有一堆各種的可以架在任何地方的這些器材 所以這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收納包 就是你要充電你要所有配件 一個這個小小包就可以搞定 那最近使用這個機器的心得呢 我自己蠻喜歡他的幾個特點 第一個呢就真的超級小巧 你就算架在胸口上把它拿下來 其實真的是超方便 而且他在所有的這個配件上 都是有磁吸功能 所以你只要輕輕放上去 他就會吸上去 真的是超級方便 而且你在騎乘的過程當中 我們試了幾個下坡上坡 都沒有掉落的情況 真的是磁吸非常厲害 還有一個優點呢 就是他的收音品質真的很棒 就是如果你們有聽到前面的這些試拍的畫面 其實他的收音都是這個機身本體收到 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 畫質的顏色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飽和 只要在白天好天氣的情況下 拍出來的畫面橙色 基本上都很棒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個人認為的小小可以更好的地方 那主要第一個呢 就是他單次的拍攝只能30分鐘 所以超過30分鐘的話 你就要重新啟動 那我自己的測試 拍過30分鐘 第二次開始錄的時候 大概應該十幾分鐘就會沒電 所以他就需要重新回來充電盒做充電 這是我覺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以他機質這麼小的情況下 有這樣的電量 我覺得算是很夠用了 再來第二個呢就是 他有一個配件是像這個可以黏住你想黏的地方 那我把這個機器 黏在我的車上的時候 在下坡或一段路 竟然不是這個磁系的地方掉 而是這個黏接的地方從上管 然後直接掉到地板上 所以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刻痕 所以我覺得這個如果你要黏在你想黏的地方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本體會不會太震動 或是有太大的震盪 可能會讓這個沾黏的位置還是會掉落 所以這一台我第一次外拍就讓它塞到地上 那綜合以上這幾點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沒有任何運動相機 然後需要一個很小巧的相機的話 我覺得這款相機真的非常適合你 因為它也不需要記憶卡 然後非常小巧 任何地方都可以架設 重點是你在手機的軟體上就可以直接完成剪輯 超級方便 但如果你的畫面需求是比較專業進階的話 那就建議你可以考慮它的更近一代的 可能是One X2 或是One R 系列 不管是它的續航表現 或是它的畫質效果 其實都比這一台再更近一步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開箱購出的過程 如果你對這台機器非常有興趣的話 我也會把購買連結放在下方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peer募再次將 ar共感 霜再次 嗨 嗚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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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